威利基金突弱 中国相关投资近期走势 大家好 又来到星期三 有我Stanley和Sam 帮大家分享对股市 甚至其他产品最新的看法 Sam你好 Stanley你好 大家好 上星期都跟大家 这一段时间 都讲了很多 例如金价 还有很多在环球市场的情况 我们今天谈些什么 我们今天都会分享一些 香港上市中国股票近期的走势 我们看看 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题目 就是因为近期我们看到MSCI中国 这个指数 主要是由H股 和海外上市中概股组成 表现很凌厉 看看PPT 截到2月9日 MSCI中国指数回报大概是9% 我们先转个板 看看指数的走势 没错 而同期上证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回报大概是3% 而创业版的指数回报大概是-2% Stanley对于这类 譬如H股 或者是一些香港上市中的公司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都有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看回年初至今 各指的走势 真的可以说是排行很多地方的指数 甚至你真的可以说 因为之前的时间 都有些落后的情况 都追上来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 似乎在今年内地的开局时 特别是数据的情况 其实是不差的 所以令到一些中资股 特别是中资金融股 那些比例 特别是良例 没错 都不想浪费大家时间 我最近也研究了很多 一些环球的投资银行 或者一些中国劝商的研究报告 他们基本上就有四大观点 认为为何最近一些香港上市中的公司有一个支持 首先就是一个在扩大的通货膨胀 这也不是这样 其实是在说再通胀 或者reversion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回近期来说 中国的一个PPI指数 生产价格指数 比去年的一月 是升了超过0.4% 另外一些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说 CPI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其实最大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这个通货膨胀 是会将这个实际借贷利率的成本拉低 这个也是会利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我都可以解说 因为为什么呢 通常我们说CPI和PPI都有些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如果假设PPI也仍然有一个上升趋势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CPI的先路指标 所以当时PPI的走势 都还是比较宁临丽的情况之下 对于内地的CPI通胀的压力 都自然会增加 没错 所以我都预期就是说 其实你在今年打候的时间 至于内地方面通胀的问题 都会慢慢发现出来 是 另外很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盈利重新的估计 看回很多一些大行的分析员 在去年最后一季 对很多不同的板块 可能看得比较悲观 但是随着现在新一年来临 他们看到有GDP的数据 其实有机会是上调的一个情况出现 变得搞来乐观 有一些比较周期性重一点的一些板块 譬如是金融、IT或者工业来说 很有机会在这一季 他们一些分析员 会将相关盈利的数字 重新再估计 是有利股票之后的发展 这个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其实你可以说 年初至今 甚至乎上年的时间 其实很多这些大行 都对于内地的经济状况 看得比较悲观 但是第一季的一月份的数字 都可以说是相当之良例 令到很多的大行 可能对于经济状况看法 没有那么差 甚至乎一些企业的盈利 甚至企业的企业 甚至企业的企业方面 都会上调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因素都令到中资股 为何那么强 都有其原因 没错 好 另外再下去是如何 其实见到一些 在基本面 比较强一点的X股 其实近期都开始有一个 追落后的情况 也有很明显 也有很明显 可能看回一些X股 甚至看回国子 其实年度回报 都应该超过双位的数字 没错 基本上都超过了一成 但是如果你说 以升势去看的话 似乎中资金融股 特别是保险股 那边都真的不差 对 因为保险股 其实今年都有一些政策 希望他们在投资方面 比较审慎 短期来说 可能会对于这个板块 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情况 出现 但我们长远来看 其实是对整个行业 是有利的 这也是最近一些大行他们分析 这个图显示 就是一些有机会追落后的X股 看回左边 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股票编号 是 例如是 有幾個,可能是工業股,或是一些金融股,以及一些能源股都有部位 明白,其實我上面也看到有很多這些股份 投資者方面有些真的不懂得選擇,有些部署可以做到嗎 其實也想和大家分享或者介紹一下我們旗下的一隻3046價值中國ETF 這隻ETF主要是投資一些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包括H股,紅炒,P股等等 但有沒有哪些板塊的持貨量會比較大? 如果是板塊來講,主要是金融,工業,生活消費品,以及一些基礎材料的股票比較多 其實這個ETF的特色就是它除了會留意一些公司市益之外 它最重要是看它是否有一個價值的投資因素 所以選出來的股票通常見到P值,都是比一些國企指數的成分股 平均的P值要低一點 是因為我都見到,如果你以其他H股的ETF去看的話 那個預測的P值大概是7.9倍左右 這隻可能比較低一點是6.2倍左右 沒錯 還有組合裏面都是一些比較高的股份 都可以這樣去理解的 另外我想投資者最關心就是這個表現 現在看看這個3046的年度表現,直到昨天2月20日 如果是對比這個恒指的話 這個表現是要優勝2.82% 而相對國企的話,都是優越超過1.5% 明白,我也想知道這些ETF的部分來講 都有一個派信的 這隻有沒有這些情況? 有,其實這隻ETF的派息率都非常理想 我們看過往一個派息的Yield 平均在過往7年都是超過4% 如果是一些香港上市ETF會派息的ETF來講 通常都是三甲入面 過往都有一些機構投資者看中這一點 派息率非常好 在隨正之前就有投資這隻ETF 明白,不如阿San給大家看看圖 現在一隻ETF的走勢如何 這個圖就是成立資金的一個表現 跟市面上比較大型的國企ETF相似 明白,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轉個頭回來的時間 就和大家解答一些觀眾的問題 待會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直播環節 主要為大家解答股票問題 嘉賓請來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總監席姚輝的Stanley早晨 你好 先看看大市方面情況 現在升幅擴大了 升184點到24147點 至於國企指數升125點到10533點 成交方面到345億多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 鄭先生你好 鄭先生早晨 鄭先生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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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跟進一下電郵方面 電話那裏暫時未接通 看看一位家庭觀眾想問四環 特別想問Stanley 之前提議在2.21作止蝕或止賺 現在郭伯有貨 過了2.21就沒有走貨 看看去到2.25的位置 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好 現在是止賺獲利還是持續持續 其實這個醫藥板塊的走勢 就不單單是四環 其他一些醫藥的股份 包括我比較喜歡的社群集團 那些股價都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當然剛剛提及到 因為這個板塊都有一些比較多的消息 還有就是 都有一些炒作的衝勁 所以他們的價格升了上來 但是我經常都說 四環本身的基本面 我自己的看法都還是有些保留 因為始終你都真的見到公司之前的時間 都是被公共機構追擊完之後 都停用拍了一段時間 復派之後其實股價都有一個 都叫做跌了下去 現在就慢慢爬上來 而且都開始叫做 就是上回一些 都去到之前這個大概2.6 之前這個高位的位置 但是你又到2.6這些位置都附近 反而就真的叫做 就是可能變成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暫時我都會建議 都可以大約2.6 做個目標價先 就是假設到這個位置 再不能突破上去的話 都可以考慮先行走貨 這個是一年圖 這個位置就算是 一年的高位位置的水平 所以假設你各八有貨 其實2.6走貨的話 都算是挺不錯的 所以暫時你可以用2.6 做一個叫初步目標價先 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覺得是 都可以減持一下 會叫舒服一點的時間 你便考慮減持一半以上先 好 即是看到2.6這個位置 才開始去減持離場 另外就聽聽 林先生的電話先 林先生早安 林先生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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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份 1928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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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都是短線的 是不是 是 短線 OK 如果你回到走勢看的話 31.5 附近這些位置 可以駁反彈 如果你要駁反彈的話 這些位置可以考慮 當然 如果你回到金沙的走勢 剛才我都看了銀魚 其實金沙的表現 可能之前大家看到它的業績 都不太好 所以價格在這裏沽下去 不過就似乎那個跌幅 這一層又似乎是 我覺得有一點而是多些 而且表現上 如果現在要追貨的話 似乎銀魚又不建議追 反而金沙現在這些位置 就可以考慮一下 所以暫時你可以以分 大概是31.5 左右 即是31.5 以下 做一個叫賣賣參考 即是假設穿這些位置 就可以以後 少轉買一買貨 你上面不要太貪心 暫時你一轉的時間 都可以以分 大概是33.5 左右 沒有賣賣 好的 31.5 金沙可以留貨 幫到你問林山 OK嗎 很清晰 謝謝你電話內電 另外也要再去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一位家庭觀眾就是鄭小姐想問一隻2937 2937是一個認購股份 認購配售股份 編號就是2937 暫時來看鄭小姐想問一下 究竟這一個配售股份 這次來講 好不好去做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他 鄭小姐 因為本身 你要看回 我相信你是因為之前的時間 你拿著新類醫藥 出現了這個情況 因為當時公司還有一些消息 就是類似一公三的情況 當時公股價是兩毫七仙半 如果回到現在的新類醫藥 價去看的話 大概是兩萬八左斤的水平 如果以這樣計算 公股合不合理 甚至乎能否合理 其實跟現價差不多 所以現在這樣公發的話 反而我會覺得好像 又不太直撥 所以如果你問我 究竟公不公 公不公 我會覺得 其實第一 有課的話 應該都是早些減少會好些 第二就是 看走勢方面 你看得到 很多的股份 特別是醫藥股 剛剛提及到 其實我表現到是比較強的 但相反 新類醫藥股的股價表現是很差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這股份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又不建議你 你考慮這隻 不過我相信你有課 你打算公股 既然公股價和現價都差不多 我會建議你 都是不公 可能會比較好些 甚至乎 如果解釋股價有反彈 就先走了 好 明白 然後就跟你去看看Whatsapp方面 家庭觀眾想問1029鐵貨 他在一毫八的位置拿了貨 請問後市怎樣看 最高可以去到甚麼位 一毫八去買 現在鐵貨升了很多 做四毫三千半 甚麼位置可以定一個指站位 說真的 我問這位朋友 你為何這麼聰明 你可以不走貨 現在才考慮走 即是 我問你回頭 這麼厲害 當然 這真是開玩笑 但你可以說 鐵貨的股價表現 都是因為最主要 鐵礦石的價格 有一個比較好的 是升了上來 所以令到這一堆板塊 有一個比較大的抽升 特別是鐵貨本身 基本上 以往的時間 真的不是太理想 但鐵礦石的價格回升 對於它來說 都是比較正面 所以暫時來說 因為見你這麼多位買貨 你有貨的話 現在 又沒有貨 你當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是 等它再試回四毫八折 這些位置的時間 就先走了 但你下面都是 安全為上 如果暫時來說 現在大概三毛八折 再做一個指責位 好的 另一位家庭觀眾 在WhatsApp上 想問一隻 農行1288 好像是問怎樣看 看看股價 現在正在做三個六毫 四升超過百分之一 近期 內銀股 都是被熱錢流入 炒起了 暫時 見到農行就開始有少少回調情況 怎樣看它的前景 農行的股價 因為最主要是在之前的時間 都有些大行就暢好 雖然它的股價 都有一個比較 幾打過抽星的情況 現在這些位置 當然 因為現在的升幅 你看到它這陣時間 的升幅 都真的很誇張 給大家看半年圖 當然 你也可以說 為何會出這個原因 最主要都是因為市場上面 似乎對於中資股的看法 有少許改觀 甚麼為之改觀呢 就是 因為這一堆的板塊 就是之前的時間 大家可能對經濟的狀況 比較擔憂 所以他們的股價 比較偏弱 但現在除了數據 比較理想之下 都令到他們的股價 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不過到這些價位 我自己覺得短期的時間 都似乎都會先調整一下 甚至乎你可以說 在這些位置 可能做一些整固 都真的不出奇 因為處於這一陣的時間 那個彈幅 太厲害了 所以現在暫時 我會建議你 如果這本身是有貨的話 現在是三個半腦 留下一個紙攝位 不穿的話 拿著它 明白 另一位家庭觀眾 在Whatsapp上面 想問一隻 2727 上海電器的4.03元 才買入 有37萬股 應該怎樣操作 看看上海電器 正在3.99元 升幅超過1% 和2% 暫時都要 暫時要捱一捱 少少價 幾個 差幾個 前景上應該怎樣看 以及怎樣操作 嚴格上 內地這個 叫做核電板塊 之前那段時間 都有消息炒作 所以你看得到 不論是上海電器 也好 甚至乎好像東方電器 也好 基本上那位的股價 都曾經有一輪 叫做升上去 例如上海電器 又升得比較厲害 因為以前 都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如果以核電板塊 來計算的話 上海電器 做的核心部分 佔比较大 所以當核電 概念升的時間 它的股價 往往那邊 做得比較好 不過對於核電方面的發展 我自己 對內地的 即未來的 增速的情況 有些保留 所以你說它的股價 其實這一回合 純粹是炒這些 叫做一些衝景 所以如果你有貨 當然了 見你有的 都是四個多有貨的話 不知道你之前 那陣高水草 還是之前那陣白落 那你如果以現在的情況去看的話 暫時會建議 大概三個八左右 做止蝕位 即穿這些位的話 要有下個止蝕 那你上面暫時 都可能你說 看大概是四個一 四個月 這個位置 都有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好 止蝕位就是三個八的位置 要留意 另外同一位家庭觀眾 想問一隻石藥集團 1093 九個二毫三 拿了貨 應該怎樣做 看看 股價就在做九個四毫半 升近百分之二 暫時都有少少利潤在手 是否可以繼續拿著 看好前景 這隻剛剛都提及到 基本上我都說 這隻是我的 醫藥版塊的首選 還有 之前在十二十月中的時間 在這個 觀塘的講座上面 都叫大家 可以說是我今年 醫藥版塊裏面的 叫做其中一隻推介 當時好像七個嶺 其實這段時間的升幅 都真的不算小 當然現在 現在的部署化 其實你買入價方面 不算低 九個嶺這些位置 你追貨 其實我不會建議 因為 始終在這段時間 其實股價表現 真的很厲害 這些位置追貨的話 其實有一定的風險 但當然現在現價也是再升上去 公司本身的業務發展 我是買的 我覺得是OK的 還有創新的表現是做得好的 不過就似乎 你的買入價真的不算便宜 所以如果你有貨 當然我不知道你買多不多 但如果你有貨的話 這段時間 多二分大概是十元左右 那我短期目標價先 那你下面的 如果是假設 真的跌下去 而你本身持貨不多的話 到時考慮一下 加注再混貨會比較好些 好的 上網可以去到十元這個位置 可以考慮就是指贈利潤 好了 我們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Stanley剛剛詳盡的解答 講的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都沒有持有 好 休息一會 專門回來有其他直播環節